Honline Part 2 Hello!各位自由時報汽車頻道的朋友們大家好 如果你今天沒有汽車也沒有機車 可是你又想去下一個地方 該怎麼辦呢? 可能你會考慮坐計程車、公車或者是U-Bike 那現在市面上出現了一種共享機車 它的費用比計程車便宜 但是它的時間比公車還要快 那目前共享機車在市面上分別有WIMO跟I-RAIN兩個產品 那它們的體驗究竟是如何呢 帶你一起來看看 兩款車都需要透過APP來做租借 那接下來我們就來實際操作它的租借流程吧 I-RAIN的這台電動機車 它的踏點是高一點的設計 因為它這邊會有擺放電池 所以當我腳放上來的時候 其實我的腳是比較屬於一個垂直的狀態 那對於有些腿比較長的人也 它可能就比較容易卡到 那它的座椅的話則是比較偏硬的設計 所以好處是說 坐起來比較沙實一點 但是有的人可能比較喜歡軟一點的 那他可能會選擇WIMO WIMO的乘坐的感受啊 其實它是比較偏低的 所以像我們這身高177公分左右的人 它的腳對我而言 這個乘坐高度是比較低 然後比較好騎乘的 那另外呢 它在座椅的部分它比較偏軟 所以其實坐上去會有一種 很像在坐沙發的感覺 那比較偏舒適的部分 比較多一點 騎共享機車該注意的事項 注意電池續航力 避免電力不夠 無法抵達目的地 別把手機放在車廂 因為所有的功能都是透過手機APP操作 注意營運範圍 避免發生停車超過範圍以外 而無法還車 起步表現還算輕快 加速最明顯的時候 是在時速30多公里至40公里 避震較軟走舒適路線 由於有Power Mode 起步跟加速會比WIMO略快一些 避震表現略硬 但由於都是同級車款 與WIMO一樣 最佳的加速點是在時速30多公里至40公里左右 由於共享機車都有區域範圍限制 當你騎到目的地準備還車時 要將車輛停放在停車格 需注意是否在還車區域內 以符合官方規定 為了最新的一段時間 在重新旅遊來說 獨立打針 注意 within 通而是 在風機車後 會有其他人其家人 會找到 也有越多零部 會有其他人 會有其他人 需要坐於香港